听说那个马老板把整个币圈的大佬都得罪了 可不是嘛 一会要买一会要卖 一会说不能用一会又说能用 最近这币圈市场是鸡飞狗跳的 马老板是惊分了吗 他到底想干啥 其实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话说前阵子马老板发现自己造了十几年的车 一分钱没赚到 结果回头看一下虚拟币的价格被吓了一跳 哎呦喂好几万呢 马老板心里郁闷 要知道他在2013年就听说过这块 那个时候的价格才几百块 心里那个后悔啊 没想到韭菜这么多还这么好忽悠呢 既然这翻倍行情没赶上 那大牛市的尾巴也要抓一抓啊 于是在2月份的时候 马老板进场买了15个亿 买进就大涨立马翻两番 所以说是赚钱了 但马老板发现在币圈大哥这 他就是个后来者 价格拉的再高 他也不过是帮人家抬轿子的 自古以来都是我马老板吃肉 别人喝汤 哪有看着别人吃肉我喝汤的道理 马老板很不爽啊 想象自己这么有号召力 要是自己造一个虚拟币 那么分分钟是逼圈老大嘛 对说干再就干 就在这时 有位专业人士过来提醒马老板风险了 跟他说 你可是位专业人士 要是亲自下场 哪天加强监管了 你就是这条街上最亮眼的镰刀啊 哦对对对 不能干啥事 万一出差子了 下半辈子就要让人家管饭了 这人给马老板出了个主意 让他找个小品类 趁着低位去吸筹 同时跟开发者团队搞好关系 一块拉伤 让他涨伤个好几百倍 到时候再往上嚎一嫂子 最好过个两三天 就蹦出来向大家警示一下风险 跟大家讲这东西就是一个骗局 这不是自己砸自己家的生意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万一后面够完韭菜 一地鸡毛的时候查到你了 你就可以说 我不知道了 我没参与 我还向大家警示风险呢 好像那个小品类 现在已经涨到50了 听说马老板手里有400亿个币 市值200亿 咱明白归明白 但谁也查不出来 说不定有六七百亿个呢 可能是因为马老板的影响力太大 明显很多韭菜都被他给吸走了 就连以前的币圈大哥最近也缩水的厉害 你说币圈的那些大佬们能愿意吗 看来镰刀们要打起来了 其实马老板这次的目的很单纯 既然韭菜横竖都要被割 那不如被我割好了 就当是支持火星建设了 你们挪得 作为韭菜要保护好自己